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形式 将更加严峻毕业生874万 同比增加40万人 那跟今年比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叫杜明倩 今年刚刚毕业于香港大学的新闻系 现在就在一个找工作的阶段 自己对工作的期望 实在一点一点的降低 老师这边就说 就是疫情影响 就是整个的这个网站 没有裁员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说再往里面招人 其实很难很难了 然后那我就明白了 我觉得我投的简历 至少有一百多份了 等自己真的发现 这个工作转正不了了的时候 然后其他人给出了 我觉得完全低于 我这个学历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 那时候他感觉到说 可能有个工作就行吧 我叫杨梅翰 是2020届文革毕业生 年底也就是马上了 要重新升学校了 7月末8月初的时候 学校再给我了一个明确的时候 不能defer 你今天不能上网课的话 你就可能需要明年重申 并且我们不能够确定 会保留给你一个位置 我作为一个艺术学生 我肯定会想很自由地使用那些 我平常负担不起的一些设备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今年年底重新申请 这么一条道理 人最大的麻烦 肯定是作品级的麻烦 因为是在申请当中 也是最重要的 我只有四个时间 重新认为作品级 你找工作 其实不只是你一个人在见 你的家里人也都在陪人见 走的时候也会着急 就说如果要是不行的话 不就回家吧 然后自己想想 回家其实过得也会很好 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就妥协了 但是像我就是那种 还是想试一试看 在大城市有没有机会 其实在八月份的时候 我去了趟成都去上了一个摄影课 回北京又找了一个工作 还是想让他们看到 说今年其实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吧 因为有时候你已经决定好了一条道路 现实情况其实可能把你打到一条你原先并没有计划走的一条道路上 其实这条路并不意味着是最坏的道路 你当初选择那条路我赢了 并不一定是最优解 其实只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不反顾地走下去就可以了 我之前把我原本出国的计划全场打乱了 考虑再三也不能干等着 所以就暂时先放弃了出国 选择了工作 我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并不在我最初的职业规划里 因为我当时也是挺迷茫的 从未来看 其实我的未来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如果真到了未来再回看2020的话 其实也许这一切都只是一些生活上的积累 毕业后现在是一名急诊发热预检护士 你会觉得自己被推着向前走 然后会真的觉得自己被更多任务所需要 不管有没有疫情啊毕业啊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自己有很多的反思 找工作其实就是在找自己 我觉得当时我妈跟我说一句话 就是要相信苦尽甘来 最后选择了现在我自己很满意的工作 算是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无数个选择人慢慢地发现自己最合适的一条路是什么 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 and not everything that's counted truly cou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